626题 以木齿可绕支点自由转动如右图所示 在木齿上悬挂一物体 要施力支撑住木齿 则下列哪一种施力方式最省力 我们从题目上可明显看出来 这是一个力矩平衡的问题 而我们知道力矩呢 就是力币要乘以力 我们需要能够省力 我们的力币呢就要比较大 那么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提过了 这个力币的大小 跟它施力的位置 以及它的方向有关系 位置要离支点越远越好 而我们方向最好是能够垂直 我们也可以发现呢 有垂直的呢就是我们的B跟C 我们这是有垂直的 而同时我们的C呢 离我们支点是最远的 所以它的力币呢会最大 因此它可以最省力 第26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哪一种施力方式最省力 我们答案选的是C